只要是帮助别人的法 你都应该吸收 包括天主教 基督教 他们点灯看起来很庄严 这个我们要学吧 他们的圣母玛利亚 看起来好温柔 我们也要学 所以我去韩国 发觉韩国的观音菩萨 做的都是 所以韩国人比较凶 因为韩国人 他就说观音菩萨是男人 大事 他说要画呼吸 所以他们就 那个个性就是这样 那我们中国的观音菩萨 还比较温柔 那是代表苦 所以看到观音菩萨 哭啊 哭啊 我老公不好啊 哭啊 继续哭吧 满足你的哭 但是 但是后来 有时候他在哭 我就说 不要不是没事的吗 简不简单 你老公不好 不要不是没事的吗 不要不行啊 他没有我不行 没有你不行 放下就好了 放下不是放弃 放弃是你继续照顾他 他真的很糟糕 又赌博又好色又爱喝酒 那你就照顾他 可以 但是不要执着 因为你执着你也很烦恼 对不对 因为你既然要对他好 你愿意照顾 照顾多久就照顾多久 随缘嘛 照顾到他 有人照顾他 OK啦 放下吧 但是如果你执着 所以出离心是各位 出离心不是放下 出离心是 要努力的去做 但是不要太在乎 要拿得起 要放得下 因为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永远 可以抓住的东西 包括你的肉体 包括你的想法 没有 所以各位要 要观虚幻 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的 像天上的云 像阳光 像水 像烟 随时都在变化 那这个世间 只是一个暂时的存在 连这个都是假的 这个不是我 你要养成习惯 很多人很喜欢 表现身材 服装 外表 对你会有很大的伤害 特别是女孩子 会有很大的伤害 因为你执着这个形象 所以你最好去看 不静观 那个人怎么死的 怎么烂的 然后呢 现在那个 店也可以把它排下来 然后 那个脏脏脏的破掉 破掉里面都是虫 然后就变成没有了 变成骨头 而且很难看 一般人很不喜欢看 很难看的 喜欢看很好看的 那你对肉体执着的人 你就要修不静观 爱生气的人 你觉得你脾气不好 没有耐心的人 那你要修慈悲观 这个你要去做 我发现 我跟人家讲的白讲 没有人在做 这个人脑筋不好 要修姻缘观 不要再睡觉了 要多观察姻缘 他会背 填空体会背 贪心的人 不静观 爱生气 慈悲观 愚痴的 姻缘观 问题是跟你又没关系 这个一定要抓住 跟你又没关系 你又不修 你只是背 念得很好听 你又不做立度母 对吧 也不去救苦救难 那你把遗鬼修得很好没有用 就像以前我们一些小师傅 你叫他念经 他叫盘腿 然后下台又好色 贪吃好色睡觉 然后上台就 他是做个形象 他认为我在修行 修行也不是如此 修行是中道 不离开你现实生活 保持相信因果的出离心 对待众生平等的大悲心 这样 这样 你要像今天这样 短短两三个钟头 各位不离开 不离开 这小子已经很尽力了 这样 你要很尽力的 一直保持在这种 这种心态去修行 那有些人说 我见过大宝宝王 见过大宝宝王非常好 从你身上 看不出一点 大宝宝王的味道 你还是你 你见了一百次 大宝宝王跟你也没关系 各位记住 学佛 你天天在看佛陀 你怎么不学学佛陀呢 你天天在看大宝宝王 看他相片 你的眼神也不像 你那个好色的眼神像吗 所以各位 法 你要抓住那个法 你喜欢哪一位 哪一个法门 你喜欢哪一位上师 亲近他 师父 在你身上要有那个法 就像我师父师公 我发的愿是什么 我说师父 师公 像我师公要走了 海涛 不要担心师公 师公没问题 没有痛你 我知道你 但没有痛 师公 最要紧的 要你 来念一下 发菩提心 传菩萨界 念佛深净土 这个你记住就好了 我跟我师公讲一句话 师公 你的生命永远在我身上 永远活着 因为法才是生命 不是肉体 我要让师公的生命 减百万事都活着 这是我对我师公 最大的供养 我师公一听 快乐了 因为他抓我 抓到他的重点 不是我每天想到 我师公就哭那么有用 所以 劝人家发菩提心 受菩萨界 劝人念佛深净土 那这个就是对我师公 真话长老最好的供养 让他欢喜 让他品味高深 让他趁这个愿 又再来度众生 所以我想 我们学佛 各位 抓到佛的 最高的 刚刚讲了 慈悲的智慧 或是智慧 引导的慈悲 都可以 因为智慧是本体 了解空性 缘起 众生都是父母 跟我有缘 所以关心众生 就是关心自己 爱护世界 再次爱护佛陀 你慈悲众生 就是在慈悲佛陀 那我们要学习 所以人家问你 你佛教授在干嘛 等一下 帮助世界 帮助所有众生 你要敢讲 你要不敢讲 没有在修行 你既然在帮助众生 那你怎么告他呢 你怎么在吃肉呢 你怎么在乱丢子蟹 那你不是骗人吗 学佛 拿最高的智慧 因为你帮助众生 就是符合因果 你帮助众生 又不执着自己 就符合出离心 所以虽然我们讲 慈悲的智慧 但是不离开 世间善恶因果 虽然我们做了善恶因果 持戒布施 但不执着 因为知道它是虚幻的 把所有的功德呢 我们持戒布施 放生点灯 是要回向给众生 希望所有众生 得到暂时的安乐 解脱的机会 将来也成佛 那我们就不离开这个心 就念下来 不退出心 成佛有余 我们大乘佛教 叫发起菩提心 但是成为度众生的菩提心 那这为度众生的菩提心 是不离开人天福报 跟空性的 而不是说我在修这个 我就离开这个 我在修秘法 所以我在吃肉 颠倒 我在修秘法 我对不起我太太 颠倒啊 你既然在 已经在修行了 你还做这么没水准的动作 所以上回有一次 我就参加个法会 然后他们说 师父你来了 我们请我们这些居士 修法给你看 然后叫我坐那边 他们就在那边修法 就我一看我都不敢看 穿个低胸的 插着红色的戒指 这边 这有如魔女啊 我不能看 那这怎么修呢 我去私底下 上师啊 教教他们 你害我考试 你看穿个低胸了 那这边 你叫我看哪里啊 就像各位 我今天坐在这边 讲话比较自然 因为各位的脸 我都看不见 黑了 后面是亮了 我哪里知道 谁是谁 所以我看不到 你们的眼神 就我一个人嘎嘎嘎嘎嘎一直讲看时间就好了 因为各位不会害我起心动念 如果倒过来 我坐那边 各位就会起心动念 因为你看得到对方的眼神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下麻烦了 所以各位 你要记住 你的眼神骗不了别人 所以一个人 有没有修行 看他的眼神 定不定 定不定 再来 眼神里面在表达什么 如果你有修行 像我们那些老儿上很会看的 他们修行久了 你在想什么 看你的眼神也知道 看你讲话也知道 看你走路也知道 我想修行能够找到那种 哪一种 会看的善知识 了解你心念的善知识 太有福报 你就会不会站在面前 做鬼做怪 对不对 你就不会古怪 因为我们要一心一意 不离菩提心 所以各位 你现在要修行 不要客气 你要问所有的师父 你看我有没有菩提心 但是首先 你要去亲近这个师父 你要把握一点 这个师父 保证有菩提心 不然我不能跟他接近 各位记住 我可以跟他学一点东西 人天福报 解脱道 但是我是修菩提心的 成佛的 他是修小秤的阿罗汉 我认识很多小秤阿罗汉 有神通的 我是借用他的神通 来了解出力心 来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 我不会跟他学 因为我修的是菩提心 菩提心是 为了利益 从神成佛的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去 你要接近的善知识 不分是显教 密教 不管 这个善知识 保证他有一个 不退转的菩提心 那才是你接近的对象 不要因为知名度 不要因为他对你很好 因为我们是学这个菩提心 也不是学他的外表 他的菩提心 表现出来那种道德 那种出离心 那种细微的慈悲 那种观察力 那种做事的圆满 这我们要学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往昔说早逐树荷叶 皆有故事贪酸痴 从神与一世上升 从神与一世上升 一切落进肩肠灰 一切落进肩肠灰 从神与一世上升 我从神与一世上升 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请问在家焉供准备水跟米 只需要诗诗诗语轨还是要念焉供语轨 还是要在家念破地狱咒也要念吗 讲这个就怕了 准备米水的话念诗诗语轨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要加念破地狱不是更好吗 我们破地狱咒是后来我们按照小蒙山加的 本来经典的诗诗语轨没有破地狱 没有字句如来 没有不动佛虚空障 那些都没有 三分钟就念完了 就是我们旧本的 那只是后来大宝法王说要加念不动佛 然后呢也能够加念虚空障 我就把它加进去 但是你要念哪一种都可以 只要有在做 然后当然如果你念焉供仪轨 那就最好要点个焉供香 点个焉供香 那最好特别焉供跟水米 如果我个人的感觉焉供的力量大 因为焉供呢 就算它就一直吹出去 那个味道 众生就算它非佛教徒 它没信心 它闻到了它都得到利益 那这个水米还要它有因缘吧 而且念得人观想 要观想得很好 有时候观想得不好 它的量就很少 所以做焉供的力量更大一点 但是两种通通做就很好了 感谢观看